如果他们脱胆参选 就是帮助蔡英文当选对不对 周习伟一呼台下数十万钢铁韩粉 挥舞手中登海 场面超壮观 选战气势看似回笼 其实依旧暗潮汹涌 如果他们现在还要制造分裂 还要想脱胆参选 各位我们亲党好不好 整合卡关的国民党 被逼及了使出杀手剑 脸书上韩粉们发起活动 呼吁国民党尽速开闸 郭王两人的声量也越来越强 从韩粉到全党 危机意识被激起 全是因为 韩国可能会选不下去的事情 这位有听说 王金平一句 有听说引起政坛轩然大波 而郭台铭本人 也在接受日媒专访时 表达有强烈意图 准备投入2020总统选战 再加上日前被点名代表 国民党向大陆国台办报告 要换雨的前立委张显耀 都让基层寒粉 忧心忡忡 就算独立参选对国民党选情也是雪上加霜 想逼他下台 反观王金平从退出国民党初选后 和郭柯越走越近 更不断和党中央唱反调 还抛出要组第三势力 民主大联盟议题 都让党中央相当头痛 到底吴敦义口中的那个人 究竟是不是王金平 恐怕只有他心里最清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